全程高能 嗨翻全场 不管是斯诺克传奇 奥沙利文 这根失误之后 尽管在分数上被挡到了 还是演艺王者归来的神奇小子 傅家俊都逼出最有趣的表情包 但是这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风韵突变 但确实我觉得奥沙利文在后边 追那个几盘球 确实 精彩进攻 只要一犯错 就是很多球迷都说 终于不用熬夜看球了 被奥沙利文迎下来 追那个几盘球 疫情差不多三年 国内的是在这两年当中 看比赛 通常都是会有比较 这边奥沙利文黑球出现了失误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手 那么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 大家非常的熟悉 世界排名第一的奥沙利文 对阵来自中国香港的富家俊 阿尔斯诺克香港大师赛决赛 比赛一上来 双方的表演欲望也是强烈无比 本土球员 因为毕竟富家俊 是不是通过世界排名 拿到香港的 桌球大师赛的资格 富家俊能够闯进决赛 甚至能够拿到最终的冠军 香港大师赛的决赛 同样是十一局六胜制 各种意外戏剧与撞车事件 很快就调动起情绪们的情绪 富家俊在香港 被赋予神奇小的称号 实际上我觉得 绝对是配得上神奇小的称号 他是凭借着世界业余几秒赛的冠军资格 拿到了职业赛的名额 郭华和高峰去参加的 在京八部委举办的 世界业余几秒赛 在那个时候 类似这种比赛 包括亚洲几秒赛 就这种比赛的冠军 是有资格拿到 在下个赛季的职业资格的 至少是把亚洲的水平 大部分的 就是说确实那个时候 已经绝对是一个职业球员的水准了 一份礼拿到亚军 但是我觉得 我想说的就是通过这两件事 足以说明 在那个年代 福亚军有传奇 神奇小的美誉 绝对是名副其实 没错 现场来到决赛 也是就做了将近一万名观众 这也创造了 斯诺克职业比赛的一个历史 实际上我觉得 斯诺克运动 在香港的这个 而傅家俊的两次摔带 也让奥沙利文 获得真正的意义的 这个喜欢斯诺克运动的 这个球迷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属于火老师流畅进攻时刻 迅速到来了 我理想都是影响到了 这个进攻的 那么很多朋友也是关心 香港大师赛的奖金分布 在22500 哪怕是一再碰到这样的 豪力极限 现在扎里文是已经把这个黑球 黑球解出来 在之后的这个 实际上 他依然淡定无比 后半程 我是没想到 因为前半程 尼尔罗布逊发挥的非常出色 觉得扎里文在后边 追那个几盘球 确实 给了球迷们 一次又一次经验无比的 教科书记展示 很多球迷都说 终于不用熬夜看球了 其实 这个疫情 差不多有三年 国内的 22500 是在这两年当中 他们在 通常都是会 比较晚的 是 就是 22500 这次出现了失误 入伍之后 尽管在分数上 是处在领先 但是现在 给到福家军的这个局面 还是相当不错的 奥沙利文领先49分 舞台给到福家军 可惜福哥 未能把握住这机会 上手的一杆 没能够打进 福家军在这个 心理层面 现在也是 非常的成熟 也毕竟 还是 非常的给力 是福家军的球迷 都是 奉献了一场 精彩的比赛 而且 而火老师 就彻底不留情面了 也就是 首先是 这个能力 绝对是 在世界的 这个前列当中 轻松完成超分任务 但我相信 这个无论 无论今天 这个决赛最终的 这个更多的信心 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 这个 尽管是已经超分 但是难度并不大的 红球 没能够打进 那和昨天的 火老师相比 一盘球出现 两杆简单的失误 应该还是 没有昨天上来 那么稳定 真是变成了 之后 应该这一盘 肯定是确保 能够赢下来 稍稍里让一下 又开始了 他更炸烈的青台表演 奥沙利文在 回到 摄排名第一的宝座 就是感觉 感觉奥沙利文 虽然已经是 47岁的年龄了 很难战胜 还看着都是戴着口罩吗 现场的观众 有在山顶做看台的 体育馆 但实际上 这种大型的体育馆 看起来做的 好像不是很蜜 这种级别的比赛 香港在斯诺克运动上 也是有很多年的这种文化 第二局 管的现场的氛围 真的是非常的棒 最左侧的这一颗红球 应该是选择 陈迪来做防守 但尊敬的客人 都来了这么激情四射的演出了 作为东道主的傅家俊 岂能不给出回应 还是可以把这颗球打走 白球来做防守 有一个人打带防的进攻机会 没能够打进 看一下这个位置 应该用起来不错 刚好又下球 抓住奥沙利文给的这次办台机会 属于富家俊的较为时刻 一定会出场的时候 红球 围绕着黑球 到这个技术动作 任何的动作 只要适合你自己 都可以把这个球打好 所以 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黑球 做现在 至少是有三颗红球 可以来选择继续进攻 轻轻的推过来 红球堆 最右侧的这一颗 尽管福家俊 这种掌声的方式 也需要福家俊 能够让自己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 被挡到了 连一贯严谨无比的副歌 也忍不住鼓起腮帮 傲恼无比的吐气 想法还是挺好的 右侧这一颗 可惜这次机会 接下来又是双方 PK防守斗法的时刻 这一杆质量真不错 中间的红球 也不太容易 奥沙利文虽然顺利破解 但也留下了进攻机会 之后白球需要再弹起来 做黑球 弹出来做黑球 这样的话 也轮到傅家俊的不客气 再次已经建立起来的 40多分的领先优势 选择底带 那就是要上去 白球停住 下来单撬 黑球下方的红球 也没问题 中低杆弹上去 中间的四颗 硬核半台进攻火力 同样流畅舒爽倾泻而出 大一下 还是选择来单撬 豪横无比追赶着奥沙利文的脚步 把大比分追至1比1 展示着自己王者回归的实力 实际上傅家俊的这个击球的速度 出到了那个几个赛季里边 但是在 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调整啊 感觉这个速度又回来了 回馈现场 无数支持着他的粉球球迷们 感谢观看